爱在深夜出没的夜店小王子 不爱运动的胖姑娘 相当于人类98岁高寿的高高爷爷 作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 他们都曾旅居海外多年 是各国媒体镜头前的宠儿 更受到全世界民众的喜爱 被众多网友昵称为滚滚 如今出差任务圆满完成 他们陆续回到中国四川 开启养老模式 竹林婆娑绿草如鹰 川西民居风格建筑群点缀其中 一幅如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眼前只只眯着眼睛 专注吃竹子的滚滚名叫泰山 九年前他结束了五年的旅美生涯 回到故乡中国四川 这天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泰山 食欲格外旺盛 体重秤上显示113公斤 身体强健 调皮好动 他现在应该做最好的年龄 听壮年 多年的时候吃那个竹子的话 可以吃3到40公斤 天气热的话 一天还是要吃20公斤左右 据饲养员介绍 现在的泰山比刚回国时 足足胖了20多公斤 据饲养员用四川话夹杂着英语 帮助泰山更好地适应返乡生活 2005年 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乡 在美国生下宝贝儿子泰山 作为第一只在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出生 并成功存活的大熊猫 泰山自出生开始便备受世界瞩目 因为有着咒服夜出的小个性 泰山被喜欢他的猫迷们 亲切地称为夜店小王子 即便返乡九年 依旧人气不减 泰山的卷设旁 特意安置了多个摄像头 将这位超级明星的一举一动 向全世界直播 现在的传媒 我们通过电影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新媒体 现在包括我们的微信 我们的什么抖音等等 所以可以瞬间让熊猫的行动 熊猫的活动 传遍世界 泰山的话 因为它是只熊性的猫 它的活力顿好 再加上它性格很外向 特别是它要过生日的时候 会有很多猫咪从各个地方赶来 会给它带点小礼物 它从小到大 不同就这样的一些照片 带来给它 现在 这只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网红 日渐新宽体盘 成为名副其实的养生猫 泰山居住的都江宴 青城山基地 总占地面积达50万平方米 从衣食住行 到婚育医疗 皆为大熊猫所定制 因此 这里也被称作 全球最大的大熊猫养老院 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大熊猫明星种群 17只海归大熊猫 在这里享受安逸的穿世生活 另外 目前还有59只大熊猫 分别生活在海外19个国家 23家动物园 向世界持续传递着 和平友善的中国声音 熊猫被作为国立 在中国外交当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57年 第一只熊猫 来自四川的平平 作为外交礼物 前往俗练 其后 陆陆续续地 包括美国 日本 东欧 在中国交往当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80年代 熊猫又 整宋 改为主力 大熊猫 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物种 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800万年 与已经灭绝的剑齿象和剑齿虎 处于同一年代 其珍惜宝贵的地位不言而喻 不论是1990年 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 还是美国动画电影 功夫熊猫中的阿宝 一个世纪以来 大熊猫以其黑白相间的皮毛 汉太可居的外形 再加上一手卖蒙技能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动物形象 世界各国为了迎接 中国大熊猫的到来 也是各显其招 市资建立豪华熊猫馆 定制大熊猫餐饮医疗服务 甚至每周从中国空运家乡味 海外大熊猫 第一个是它要派员过来学习 另外一个 如果是到了这个大熊猫的繁育 发情配种 是需要我们派专家去提供它的帮助 照顾这个熊猫妈妈的遗殖起居 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幼崽 进行密切观察 旅居海外的大熊猫 在得到人们关爱的同时 更以其带蒙可爱的活宝形象 吸引着当地民众 泰山在美国出生时 1.3万张参观票 在两小时内被抢定一空 大毛 二顺 在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生活的 五年时间里 吸引了约600万游客观看 网汪 福尼 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年 就为所在动物园增加了 4000万澳元的收入 大熊猫的到来 不仅成为中外交流合作 活生生的写照 更是中外友谊温暖的见证者 自新中国成立后 大熊猫出海 先后经历了赠送 租借 合作三个阶段 目前 大熊猫的合作期 一般为10年 任期结束后 大熊猫都将被专机接回故土 开启无忧无虑的养老模式 有时候一爬上去觉得高得舒服 又觉得高得睡觉了 除非它很饿了 你叫它 它想吃东西了 它会来 它也比较有个性 它不想下来的时候 不是随时你叫它 它都会搭理你的 刚回来的那几天 胆子应该比其他的猫 虽然每只大熊猫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带萌可爱 但实际上调皮的安静的贪吃的爱搞破坏的 每只滚棍都性情迥异 生活习惯各有不同 专职饲养员们从饮食起居到娱乐休闲 为他们提供着一对一的清新照料 从古时候不是一种敬畏的东西 我们这个现在身材无微不值的小狗 它和人息息相关 包括熊猫 包括人类之间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繁育技术的不断优化 让大熊猫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就在7月9号 泰山过14岁生日时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又传来喜讯 功夫熊猫中的原型 海归大熊猫阿宝产下一对龙凤胎 这对幼崽成为迄今为止 全球出身体重最重的人工圈养大熊猫双胞胎 2016年 大熊猫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由兵威转列为义威等级 大熊猫作为中国国宝 也将继续担当海内外和平大使 继续为国卖萌 继续为国卖萌